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我们知道这个公式的时候怎么来求等 我们都知道fplx就等于2x 那现在有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知道fplx0 2x fx是等于多少 我们来根据这个公式来代入 integral of 2x dx 就等于这个系数呢 integral之后的这个系数就不用变 还是2 但x呢就要改变了 就要代入那个公式 就是x的1加1次方除以1加1加c 咱们来化解一下 就等于2x的2次方除以2 这个2和2可以约掉 就等于x的平方加c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求2x dx的反导 答案就等于x的平方加c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答案是否是正确的呢 就可以把这个公式再求一下导 看是不是等于integral后面这个公式 x的平方呢就它的求导就是 咱们来写一下吧 fx等于x的平方 那它的fplx呢是不是就等于2x 这个是不是 验证的结果是不是对的呢 那这个就是代入可以运用到我们第二个公式了 好之前呢我们有讲过这两个公式 已经讲过了 现在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来把这两个公式更加的熟悉一下 就是这个呢是一个翻读整体 我们来解答一下 它是为integral of 3x2分之一次方加上2x平方加4 你们先考虑一下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给出一些答案 好现在我们来一步一步解答这个问题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字 式子写位写开一个展开式 就等于x的3x的2分之一次方 加上integral of 2x的平方 加上integral of 4 哦这后边都有别忘了加上dx 好咱们一步一步把这个三个式子分别的解答一下 首先第一个咱们来可以带入第二个之前学过的第二个公式 就是3乘上x的2分之一次方加上1 除以2分之1加上1 第二个呢就等于2x的2加一次方除以2加1 第三个呢就等于1 第三个呢就等于第一个根据第一个公式我们呢可以得到 等于4x 别忘了求int derivative的时候 最后一定要加上一个乘数c 好咱们来化解一下 第一个呢就等于3乘上x的2分之三次方除以2分之三 加上3分之2x的3 加上4x加c 第一个呢可以文化解可以得出3乘上3分之2乘上x的2分之3次方 加上后边的都是一样的 最后的结果呢就等于2x的2分之3次方加上3分之2 x的3次方加上4x加c 你们可以通过这个式子来求导来验证是否等于这个integral后边这个方式 好了大家应该对这节课的最基本的两个公式有所了解 下面可以大家在下面可以多加练习 以掌握得更加熟练 好 现在我们来解答一下具料题inter groove e2xdx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会这样解答 设为一个u等 把2x设为u u就等于2x 那du呢求一下求导就等于2乘上dx 我们发现这儿有一个dx 我们可以把这个dx换一种写法 就等于dx等于du除以2 好 现在我可以把这个代入到这个式子里边 我们来写一下 就等于eu乘上 把这个dx等于这个 就等于du除以2 这个2呢可以移到inter groove的前面 就等于2分之1 inter groove eu乘上du 求inter groove的eu du呢就等于2分之1乘上eu加c 好呢 u呢我们之前设为了u等于2x 我们可以比较代入 就等于2分之1e的2x加c 好这就是这道题的解答最后的答案 在考试的时候如果大家不确定 就可以通过这个式子把它求导一下 看它是不是等于inter groove后面那个公式 咱们来求导一下2分之1e2x的导数 就等于2分之1乘上2乘上e的2x 这个2呢就是2s前面的系数 2s的导数就是2 所以最后答案就等于e的2x的平方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答案呢和inter groove后面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说明我们最初的 这些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个公式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课程方面的问题 可以关注我们的关键教育公众号 或者与我们的客服取得联系 也可以扫下方的二维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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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